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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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春泉》 《永春泉》本来就是 以前说句不外全的一个权 一个权 一个很少是知道的 可以看看为它的历史的 可以 那那个时候它 就是刚刚开始 印识什么是永春 关于永春泉的来历 《永春泉法》就此诞生 后来它将拳法传授给一名少女 颜永春 这套拳法 短桥窄马 以快打扮 借力打力 对敌时 将就自然反应 灵巧实用 《永春泉》 永春泉学成下山 五眉一讯 拳法不得轻易外传 直至数十年后 永春泉 也只传到广东佛山的一些灵人身上 灵人练过 旧地取材 将船上的木桩 做成木人 以船杆练旧棍法 但是 知道永春秘密的人 仍然少之又少 直到有一天 灵人将功夫 传授给一个男子 这位男子 就是清末武学大师 有着永春拳王之称的 梁赞 他将拳法整理 又传授给红传以外的子弟 到第八代传人 叶问那里 永春泉又传到了乡嘎 在五学门派分类中 永春泉属南泉范畴 请中晚期 星云敏月 以柔克刚 后发之人 黄春梁曾听说过 有一位叫叶问宗师的 武林高手 在深水部教授永春拳 便相约表弟 以通往叶问的拳馆参观 一位永春武学天才 就这样 踏上了成为 武学宗师的第一步 但是这一步 迈得并不顺利 我最初学永春的时间 我都仍然很小 大概是十七八岁 在那时还有一种小孩心性 因为我过子是比较小的 整天自己又要做到强 我变成自己很醉心意学武术 我到我学了永春的时间 我初初头过几日是很失望 永春拳 讲究拳法的细腻 灵巧 举手投足 都要表达得精确到位 所以 每一个动作 都反反复复地练习 即便是像黄春梁那样 热爱武术 有着武术功底的人 也觉得有些乏味了 直到听说 当时江湖上的几个武学大家 都是学习永春拳的 才让黄春梁对永春拳的学习 又燃起了兴趣 当我两天我听过我父亲说 说有一个佛山 一个丹先生 你这种是佛山来的 当时我师父说 那个不是你师公 在那时 我听过父亲说 我刚刚又是这种 父亲说 虽然觉得很闷 都很努力学 当我学了下去 觉得永春 是很有合理的理论基础 还有很有数学观念 是和一般武术都不是那么同 所以我很勤力地学过 从十七八岁到二十八岁 整整十年的时间 黄春梁跟随叶问 苦练永春拳 黄春梁的师兄 唐祖志 清楚地记得 他们学拳时的情形 结文师傅在这儿教 然后我们在这儿玩 可能你和我爸爸 或者一些其他师兄在厕所 然后敏工就在旁边 去教一些 敏工因为一定在这儿 他带他们上来的 那时候敏工教 上来有什么特色 敏工教 很纯粹占信的 你学到那么长 他教你别人 又学到你好些 又再教你深些 这样 逐一样逐一样来教 很有条理这样教下去 十年磨一剑 黄春梁的永春拳功力 有了很大的精进 在学习的过程中 他不断总结经验 改进一些招法 让永春拳套路 更为科学合理 很多人都不敢 改老师所讲的 或者师父所做的动作 所以一路是这样传来 都是没有改变过 我相反 永春可能是比较幸运 由于梁赞 叶文 很多国对上 都是比较学问好好的 所以他将永春 很合理很合理 不断不断 黄春梁为了师父 和永春门派 在香港的繁荣发展 也为了印证 和让更多人知道 永春拳实战的价值 他四处找各门派 去切磋交流 几乎每战必胜 迅速使得永春拳名气 红遍大江南北 所以被人们尊称为 蒋守王 经过不断实验和印证 黄春梁感悟到 永春拳不仅是 一门格斗艺术 更是一门学问 他运用现代科学原理 研究永春拳的基本技术 总结出了多人进攻解围法 被逼进墙边解围法 被骑在身上解围法等格斗术 极大的丰富了永春拳议 并使其日益体系化 成为了习武之人 都乐于学习的一套拳法 二十八岁那一年 黄春梁在叶问鼓立下 正式社管授徒 一九六七年 经香港当局主管部门批准 香港永春体育会正式成立 当时 由永春拳的宗师叶问 出任体育会永远会长 直到十二月 叶问世事 遵照先世遗嘱 顺同人所望 黄春梁担起了香港永春体育会 主席的职务 并且一直连任了四届主席 直到去世 四十多年的永春拳学习与研究 黄春梁训练出无数优秀的永春拳人才 这其中就有李小龙 而为了跟黄春梁学到更多的永春拳绝学 李小龙还曾经用了一技 但李小龙也都不是在武馆里面去学 经常去我家里学的 甚至这个人 你可以说他很洗肩都可以 而且他一起很多同学 一家学校读书的 都想来我家里学的 他叫我只教他 不要教其余那些 我不肯答应他 因为个个都是私底 有个人一放了学 同学自己走到我家里面先 就不进来也不敲门 他见到同学来 他从我家里走出去说我不在家里 送同学上车 自己回过头再跟我学 对同学说我不在 但是你看看电影 我看见他很小动作很牙策 而他真人也都是这样 他很骄傲的一个人 但是跟他相处着呢 李小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 黄醇梁只是李小龙的师兄 但是李小龙的大多数用春技术 都是由黄醇梁教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 李小龙赴美国发展 通过电影把功夫传播至世界各国 李小龙一句成名 也就是那个时候起 拆镊子功夫 受到了世界武术爱好者的普遍追捧 在担任香港永春体育会主席期间 黄醇梁每年都应世界各地拳馆 及体育组织的邀请 寻回讲解永春全力 黄醇梁特别加强 与世界上其他武术学派的交流 他率领徒弟参加亚洲 以致国际擂台搏击大赛 屡获佳绩 他也鼓励徒弟们 与其他门派切磋讲手 钻研寄机学问 发扬我国寄机精髓 1996年 应国家提委邀请 黄醇梁到北京教授永春全 作为一门全学 永春全的官方地位得到了认可 黄醇梁发起成立了中国官方武术组织 永春黄醇梁的名气越来越大 每年拜门求授的世界各地人士 不计其数 黄醇梁最大的心愿 就是将永春全学推广到中国每一个角落 让更多的中国人都拥有强健的体魄 将中国功夫荣耀于世界 到今天 黄醇梁培育出的优秀弟子中 许多人仍旧活跃在世界各地 黄醇梁的儿子黄邝忠 继续弘扬着永春全 李恒昌 中国永春全学会会长 王志鹏 北京永春全总会会长 还有温建梁 严少强等 以及海外比较有名的弟子 白瑞利和菲利普贝尔 都在世界各地 弘扬着永春全 听几声摇摇 是如何人 在黄昏后 神被这琵琶烟接走 都被这琵琶烟接走 阵阵秋风 吹风着他的